Hello 大家又回到Pokemon Master 這次的影片主要是想給大家看看怎樣打一關大修煉 我這次要打的就是這個公之大修煉物丹 但其實我拍了兩次都會輸 希望這次不要輸,因為不是太多時間 不對,他還有六個小時 先說說我自己的組合 組合就是武天鵝君主射克魯架 典型的兩隻 support 一隻輸出 我都不特別說了 這兩隻基本上如果你通過關的話 其實這兩隻一定有的 然後到黑魯架 黑魯架因為都是屬於五星抽回來的 所以比較難有 另外還有其他輸出重可以選擇 就是單體輸出的五星的木手弓 或者是狼人那些 而另外就是雷超 雷超也是全體輸出和黑魯架上次 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遲些有機會再試給大家看看可不可以 首先我打了這一場 因為這一場都不是太容易打的 這場有點難度 最重要就是所有buff都先打開 所有buff都先打開 要害攻擊都升了兩級 所有buff都先打開 除了黑魯架這個級我才是樂子 然後就開始大聲炮烤了 這裡看到他沒有血 就馬上用飛鵝 用天鵝的雙藥幫軍主射回血 好 卓頌 然後這裡就是考驗你的好不好彩 飛不飛洲 如果你飛洲的話就有機會輸了 因為呢 很多時候會不中的 如果不中就真的玩完了 OK 這場OK 吃住個世 對 他都開這個拍組招式 不過不要緊 這些小問題 他會把這個特攻 這裡就可以加一些 這裡給雙藥給 君主射 好 這樣就 OK 這裡就可以用我的波動 打四隻buff的怪 理論上這裡已經贏了 因為你看到buff的血 而且我的波動還有很多次 我搞定了 只要打死了中間那隻 其實就贏了一大半 我的波動 應該一下子死 然後再開Mega 大技 好 那就結束了 沒錯 其實暫時來說不算太難 暫時來說 這一關對我來說不難 有一關難的就是龍之使者那關 龍之使者那關我打不到 因為他的刺龍王太厲害 所以沒有打得到 完成了這個三次挑戰 我都頗 推薦大家打這個 因為都頗有用的 你看到他的東西都頗多 26是不少的 26是不少的 所以都頗 沒必要打的 沒錯 如果低級的話 低級其實都10% 我既然打完 這裡開 這個AI 只要你的重量夠高 其實已經可以開AI 開AI 雖然他沒有自己操作這麼聰明 但他都會懂得開全體技 對 雖然那個速度 時間可能給你自己手動慢 但始終 不需要你自己手動不停按這麼多次 都有一個 有個掛機 掛機的效果 好 OK 你看到他不停用黑魯加的大聲炮烤 他不會用任何的支援技 除非打一些難一點 他打一些難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開支援技 我待會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他 站在這裡 不開技 明明其他人 明明君主經常回這個能量 好 搞定了 其實都幾多一下 有這個送 其實這個也挺有用的 還有我發現 打這個大修煉 有機會跌過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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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都是看運氣 咦 不是喔 上面那個我都還沒打完 OK 不要緊了 之後我自己再打 這次的影片主要就來這裡先 其實 不一定說要黑魯加 不一定說要黑魯加才能過到 或者其他什麼狼人 或者是木手弓那些 其實可能 普通三色四星 四星重其實也有些很厲害 對 例如是這個 我自己練了一隻火爆猫 呃 念猴 我練了一隻念猴 念猴 這隻就純粹測試一下 發覺不太行 還有路卡利歐 遲些應該會升 路卡利歐會升 之後就暫時還沒練 對 之後暫時還沒練 之後應該會練雷超 看看效果如何 和黑魯加的效果會不會相差很遠 如果不是很遠的話 我都推薦大家用雷超 因為雷超和黑魯加差不多 很相似 可以讓大家看看圖鑑 這裡 看看圖鑑 雷超 這裡 好了 特攻上他271 而黑魯加 Mega好像是330幾 他有一招特攻強化 跟他一樣 阿羅拉的風能夠增加自己的速度 提升自己的閃避率 通常只會開特攻 另外 危機時會回血 這些被動技 放電 110的威力 100命中 三格的能量 其實是挺厲害的 110的技 我們看看黑魯加 黑魯加 應該在上面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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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對了 差了多少 剛才270 大約是670 對 670左右的相差 但是呢 我只波動是114 這裡的普通大星炮烤 就46 對 相差在這一點 比加超就是110 的放電 但是這隻黑魯加 未Mega 就是普通46 威力 沒錯 各有各好 因為大星炮烤 降特攻 而方些 麻痺 我個人認為麻痺好很多 雖然大星炮烤 都有用 但是 感覺上我覺得麻痺會好一點 我遲些會升雷超 沒錯 這次的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還沒有訂閱 記得按訂閱 喜歡記得按LIKE 還有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